碰的一声是不是会让你想起放学时 在临时点玩搓搓乐的小游戏呢 新北市树林地震事务所举办地震双十一 戳纵你心有奖问答活动 以卷筒抽出简易地震小问答 树立地震所地级客客长尤称开表示 只要在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来洽工的民众 借由工作人员的引导答对后 就可以试试手气忘不忘 那这活动也是让民众可以一起 跟我们一起响应跟参与 所以我们借由我们用搓搓乐的方式 增加民众的互动跟趣味性 然后使我们民众更能去体验说 我们这个地震节的意义 然后我们也增加用不同地震的问题 然后提升民众对我们地震的认识 树林地所表示地震节起初设立 为加强各界对土地改革推动的重视 在民国四十三年定以每年十一月十一号为地震节 因此双十一除了购物以外 也是地震从业人员的大日子 参与搓奖的民众表示搓搓乐勾起以往的回忆 那我们现在地震节这件事 搓搓乐的可以得到的就像我们的保温袋 还有一些我们的口罩袋 以及我们的一些笔记本等等的好礼 那这些好礼上面当然都有我们这些地震的宣导 那地震的宣导内容就是也是让民众可以 除了拿到好礼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的地震的一些知识广为宣传 想到小时候啦 小时候这个玩具店也都很多搓搓乐 感觉很好啊 这个增加知识啊 又有奖品可以拿 111地震节搭上购物节111 地震双十一除了专属购物活动 像是迷你版土地界标 细成一次购买四根就能围成一个家 地震单位赶搭这波购物热潮 提醒大家别忘了还有地震节这节日的存在 记者曾丁佳 树林报道